谁落入了谁的圈套生日派对上 追了我半年的怨草给我表白了 当我答应他的时候 一阵哄笑声立马响起 在一阵笑声中 怨草牵起了另外一个女生的手 对他说 徐冉 我赢了 你该答应我的表白了吧 徐冉得意又挑衅了眼神向我投来 然后搂住怨草的脖子 递上自己的红唇 吻了他 回应他道 我答应你了 为了把戏演足 我在他们面前哭了起来 在他们的嘲笑声中 我偷偷将藏在角落的手机装进了口袋 那一幕被拍得非常完美 男女主角的脸也很清晰 一日 学校表白强 抄话 贴吧 纷纷被一段视频罢评 甚至还上了娱乐榜热搜 视频的标题起得非常吸引人 渣男贱女 当众无辱同班女生 真相竟是这样 从未与我说过话的贺珍 忽然主动跟我打起招呼来 我受宠落惊 一时间愣了神 没有回他 贺珍是学院公认的帅哥 他长相优越 家庭条件很好 还是学生会主席 有无数追求者 身为天之骄子的他很骄傲 甚至有些目中无人 每次学生会开会 他总会以一副高位者的形象出现 将学弟学妹们骂一通 他有自己的社交圈 稳定且小 学院有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就是贺珍和他的朋友们 他每次出行 都是四个男生和两个女生 男生帅 女生美 走路都带风 颇有大佬出街的气势 这个小团体非常稳定 别人进不去 他们也不会出来 四个男生 是贺珍和他的社友 至于那两个女生呢 就是徐染和徐染的闺蜜了 除了徐染的闺蜜 不是我们学院的 其余五人不但是我们学院的 还是我们班的 他走远后 设有激动地拉住我的袖子 小声道 啊 妍妍 我没听错吧 可真竟然跟你打招呼了 我同样觉得震惊 莫娜地点点头 好像是的 我以为那次是个意外 他可能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之后每次见面 他都会跟我打招呼 更令我震惊的是 他上课竟然坐到了我旁边 平时他坐的位子周围 只有他那几个朋友能坐 当他坐在我旁边时 我很识趣地拿起书包 要给他让位置 他却拉住我的手腕 抬头看着我 你坐这儿吧 其他地方也没空位了 我看了看 最后一排有 但是我眼睛有轻微近视 而且没有配眼镜 所以只好重新坐了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徐染 回头看了看他 又朝我笑了笑 好诡异 他们怎么都突然这么热情了 上课时 他爱近我 看着我的笔记 赞赏到 你的字真好看 呵 谢谢 我往另外一边挪了挪 随即听见了他的笑声 下课后 我和舍友去买奶茶 赫珍小团体一拥而来 由于他们极其惹眼 奶茶店外面的学生 都齐刷刷看向他们 我划出付款马 对老板说 中杯珍珠奶茶 热的 当我要扫码时 赫珍用手挡住了扫码机 低头对我笑了笑 我请你 随即他又转头对我舍友说 你喝什么 我一起付了 舍友一张脸通红 桂花酒酿 谢谢呀 我急忙拦住他 不用了 我自己付 他嘴角扬起 和善道 一杯奶茶而已 不用这么拒绝我吧 后面人还在排队 我只好不再和他争 拿了奶茶 我急忙拉着摄友走了 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到 夜里 赫珍通过班群加我微信 请求消息是学尾 我有事找你 应该是为了前两天课程分组的事 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 出于负责的态度 我发消息问他 你好 请问有事吗 消息发出去 我觉得有些声色 又加了个打招呼的可爱表情包 显露亲和一点 过了十来分钟 他回我 没事就不能加你了吗 我一天很忙 既然没事 那就不用聊了 我关了手机 开始准备小组作业 手机震动得不停 几乎全是贺珍发来的消息 他给我说 上次的分组 我想换人 出于对其他学生考虑 我把他们小团体分到了一起 分组当天我还问了 谁想改组自行商量 然后告知我修改一下 当时没人说话 名单都交给老师了 他又要换人 他想换 我又不好拒绝 只好问 怎么换呀 我要换到你们组 啊 他这样算不算背叛他的朋友呢 我换换脑袋 回复他 我们组人数已经满了 如果你想换 要找一位同学协商 如果有人愿意 我再问问老师 他回我 我找了 陈栋愿意换 说实话 我不愿意 他要是在我们组 我们其他人都不自在 可是有人愿意换 我也不能阻止 这事老师也同意了 我只好改了名单 之前陈栋负责上台讲述的任务 他走了 就只能让贺珍负责了 我发消息询问他的意见 消息问效率很慢 说的也对 我答应他 好的 那就在校门口的茶饮店吧 可以吗 嗯 早上九点 这边可以吗 可以 第二天 我提前十分钟来 到了二楼包间 准备好电脑 等着他来 当我看到他领着他小团体们走来时 我头大了 徐染笑着 跟我挥了挥手 嗨 我朝他笑笑 然后看向了电脑屏幕 他们坐在我们隔壁包间 隔音效果不太好 能听到隔壁的说话声 隔壁在说着 周天去看电影的事 说说笑笑 非常干扰人 我倒是没什么 就怕贺珍会受影响 他准备得很充分 内容几乎都掌握了 可以做到撮稿演讲 我高兴的鼓掌称赞 你真厉害 不像沉动 拖了一周都没顺下来 他笑了笑 我要是不顺利完成任务 岂不是对不起你 我尴尬的笑了笑 试讲十来分钟 很快就解决了 我收拾好电脑要回宿舍 他却说要请我吃饭 在两个女生的推拉下 我被迫加入了他们 他们去吃火锅 他说我显得格格不入 我走在最后 拖着沉重的步子 一边用微信像摄有吐槽 一边在心里哀嚎 无恙不知什么时候 跟我走在一起的 他淡淡道 你要是不想去 可以直接拒绝 何必为难自己 我急忙关掉手机 心虚的看向他 没有啊 有人请吃饭 我乐意直至 他没有说话 不仅不慢的走在我旁边 过了一会儿又说 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走得近了只会让人厌烦 他的嘲讽与排斥 我不是不懂 可我这人非常豁达 只要他没人生攻击 我根本不在乎他 说了什么 大家都是两个眼睛 一个嘴巴 谁也没比谁优越到哪里去 吃火锅时 他们的焦点 集中在了我身上 看似关心 实际却带着高高在上的感觉 仿佛这顿饭 是他们给我的恩赐 管他呢 吃饱了拍屁股走人就是 回到宿舍 我把自己的那份钱 给贺真转账过去 他给我退了回来 还有些生气 你这是做什么 你有你的人情事故 我也有我的原则 如果你不收 那我只好不让你上台 就听到了 摄有气的直吹床的声音 我爬到他的床边 好奇道 怎么了 气成这样 他敷着面膜 哀嚎道 炎炎 我打不过他 你帮帮我呗 我一看 原来是被游戏气到了 他委屈的扯下面膜 差点被气哭 我就杀了对面治疗师一次 对面剑客就一直追着打我 我又不知道那是他女朋友 我看了一眼惨不忍睹的战绩 战斗力只有10% 连对面治疗师的战斗力都不如 而且已经被杀了两次了 要是再死一次 他就彻底下线了 真的是憋屈 他把手机塞给我 炎炎 你帮帮我吗 小齐在同城匹配里上的车队 刚好五缺一 所以他就近了 但没想到自己会被队友针对 队内除了剑客 其他三位都在打字吐槽他 小齐玩的也不好 所以不敢被回去 这几个人成功的激起了我的斗志 我接了小齐的手机 开始帮他翻盘 战绩被我打正后 队友依然不依不饶 说我见缝插针捡人头 我气笑了 这种队友真的不配赢 于是我故意露出破绽 给对手疯狂送分 剑客看出我在故意送分 所以安慰我 兄弟好好打 下把我和你双排 帮你报仇 我愤愤不平地回他 你不配 成功搞输了一局 我的心情格外舒爽 为了补偿小齐掉了的段位 我让他登陆我的小号 我陪他打几把 刚要开局 好友申请发来 竟然是我方剑客 他说带小齐一把 就当替队友道歉了 征求小齐同意后 我添加了他 然后拉他入局 连上三局后 我把号还给了小齐 让他和剑客玩 我退出了 小齐紧随其后也退出了 说剑客要加他微信 还要长期待他玩 我尖笑地看着他 你答应了 他不好意思道 哎呀 人家只是为了上份呀 我信心地转过头 继续看我的文献 小组作业会报课上 贺真没来 上课十分钟后 他发消息说 自己身体不舒服 请假了 我忍住骂人的冲动 给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 那你好好休息 他发了个愧疚的表情包 对不起 我以为我能顺利上课 可我刚到教学楼下 就觉得头晕 只好去了校医室 群里炸了锅 纷纷问怎么办 可谁都不敢说一句 贺真的不是 我发消息安慰大家 别担心 不去讲 还好PPT是我做的 我能应付 贺真在群里说 你可以吗 可以的 不用担心 我什么场面没见过 讲个作业而已 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上讲台时 不经意间和许冉对视了一眼 他眼底的神色很怪 好像有些看笑话的意思 莫名其妙 我游刃有余的 讲完了我们组的作业 底下掌声一片 只有许冉一脸不悦的看着我 前两天还对我笑嘻嘻的 怎么这会儿跟我欠了他似的 老师跟我关系好 他赞赏的夸了我们组 群里放起了鞭炮 组长威武 好吧 我们组被夸了 是不是平时分会 比得高一点 贺真发了三个问号 怎么回事 其他人给我录了视频 传到了群里 以后大家就照组长的标准来 贺真复合道 说是给大家道歉的 他好像挺愧疚 我便安慰他 没事了 一次作业而已 你又不是故意的 事情圆满结束 我解散了小组群 为了感谢我帮他 贺真请我喝奶茶 超大杯的珍珠奶茶 谢谢 他笑道 别跟我客气了 怪声输的 我心里嘀咕 本来也就不太熟 操场晚上有音乐会 贺真拉我去看 他设有时乐队的 他要去捧场 我们搬在乐队的 就只有无恙 他是主唱 一副烟嗓 收获了不少粉丝 就因为他长得帅 在学校也三十个明星了 许然他们坐在那一圈 我们进不去 只好站在外面看 无恙唱了一首民谣 烟嗓唱民谣 他不鼓水鼓 他人虽然不好接触 但确实有才华 不但会唱歌 还会写歌 操场上的学生 打开手机手电筒 配合着他的歌声晃动起来 贺真抓住我的手 举起来也跟着晃 我抽出手 不自然道 你慢慢听 我去找我摄友 离开人群后 我从包里拿出湿巾 擦啊擦被他抓过的那只手 班里逐渐传出 贺真在追我的谣言 我当作没听到 自动屏蔽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 贺真坐到我旁边 对我面前放梅和巧克力 他问我 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 我没抬头 眼睛盯着书 可心思却不在书上 他看着我 认真道 关于我喜欢你这件事 我咬咬牙 抬头看着他 谣言而已 这有什么好信的 他看着我 笑了笑 可我信 哈 我惊讶地发出疑问 他苦笑一声 他们说的没错 我喜欢你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小 前后左右都听得到 我听到了一阵 又一阵的唏嘘声 老实近来 及时地缓解了我的尴尬 虽然我没谈过恋爱 可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 是种什么样的状态 贺真对我的态度 根本和喜欢不沾边 反而像是刻意地接近与讨好 反正在他眼里 我看不到喜欢 自从他喜欢我的谣言 被他亲口捶成事实之后 他便开始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我明确拒绝过他 可他却不放弃 他想追就追吧 不要打扰我学习就行 在别人眼里 贺真对我情根深重 拖有非我不取的决心 可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时兴起 想要聊过一下我而已 他送我最新款名贵的包包 我转手把钱给他转过去 他不收 我便把他拉黑了 他无奈之下 给我打电话 放我出来 我收还不行吗 反正那个包我也不喜欢 首先我把包给他退了回去 没给钱 我不喜欢欠你东西 可我要是给你钱 那我生活费就没了 所以这包包你还是拿回去吧 他被我的操作者懵了 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他发呆之际 我转身离开 贺真对我的追求 很像是一种任务 无论我拒绝多少次 他都不在乎 甚至都没有一点情绪上的波动 宿舍楼下 他突然出现 拦住了刚从图书馆回来的我 他的鼻子冻得很红 睫毛上沾了一层水雾 我眉头一皱 问他 你怎么冻成这样了 等你呀 他笑了笑 然后从身后拿出了一束花 生日快乐 我看了他玫瑰花 没有收 转移话提到 你站了多久了 他把脸往围巾里缩了缩 快一个小时了 你快回去吧 小心动感冒了 他很强硬的 把花塞到我怀里 然后尴尬地笑一下 炎炎 我本来给你买的生日蛋糕 可是联系不到你 只好来这里等了 蛋糕下次生日不及你 谢谢你 可是我不喜欢过生日 我委婉地拒绝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点点头 我知道了 他离开后 我看着怀里的花 烦恼地叹了叹气 回到宿舍 小奇又找我帮忙 他那个剑客哥哥 开始怀疑他了 觉得他跟之前那个术师 不是同一个人 问他生事找个带打 为了抱住大神的大腿 小奇又找我帮他打游戏 为了帮小奇留住大神 我只好帮他打 小奇常用职业式治疗师 为了不和其他队友冲突 我只好也选治疗师 开局五分钟后 剑客发局内消息 让我不要往前冲 只负责给他加血就行 我玩剑客玩顺手了 总想往前冲 治疗师战斗力太弱 我玩得非常着急 他拿了对面治疗师一血 叫我去剪装备 剪完装备 我没有合成丹药 而是合成了一件战力装备 他头上挑了三个问号 我回他 丹药回血太慢了 主要是没有杀伤力 我看着着急 术师回我 你这样加血一次 会损耗自己30%的血条 太冒险了 我又回他 但是这样也会损耗 对面5%的血 剑客回到出生地 站着不动 紧接着小奇的微信消息 弹了出来 你找带打了吗 我回复他 没有啊 他说 我撤回了 但是估计剑客也看到了 队友问我 治疗师你是女孩子吗 我回复 不是 我是男的 剑客的私信又发过来 你上次打游戏 开麦是女生 而且听起来是甜妹 难道用了变声器 我转头看向小奇 他尴尬的笑了笑 我就是稍微加了一下嘛 一局打完 他说我这次打得不错 和之前判若两人 我回复他 哪有啊 但是大神你教得好 之后两把我用的术师 然后 他又在游戏里问 我是不是带打的 我回他 不是啊 我的操作是零时不零 今天刚好零 哼 是吗 他这句话让我有点心虚 就没有再回复 最后一把 他拉上次那两个骂人的队友 队内四个人 还缺一个 我登陆游戏后 小奇拉我进了车队 这次我要好好叫那两个菜鸡做人 游戏开始 那俩菜鸡竟然开麦了 小奇和我面面相去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社友一听 激动到 这不是徐染吗 我和小奇一直没开麦 听了队内两个女生说话 然后无比确定 他们两个就是徐染和他闺蜜 徐染和他闺蜜开局 不知道升级装备 跑去跟人家打架 一死一送后 开始拿小奇出气 徐染开口 治疗师你是死人吗 不知道来加血 我替小奇回复 这就是菜鸡无能的怒吼吗 我把对面两个英雄打成了残血 但我没有杀他们 然后对内给小奇发消息 治疗师快过来 这里有两个残血 人头给你 游戏开局十分钟 徐染和他闺蜜已经抢落好几次了 每次都因为他们两个的愚蠢行为 导致对面成功逃掉 这次我就让他们好好抢 他们两个已经死了两次了 要是再死一次 就真的成尸体了 对面那两个英雄就算残了 也能反杀他们两个菜鸡 小奇很配合的在队内回复我 来了来了 等等我 徐染和他闺蜜果然来了 三秒后 听到了他们阵亡的系统消息 徐染开麦 生气的问我 剑客 你故意的是不是 我文字回复 哈哈 是你们太蠢了 游戏结束 我们输了 小奇的剑客哥哥 在队内给我发消息 兄弟 操作不错 我回他 还行吧 徐染闺蜜撒娇道 无恙 你也很厉害呀 比他厉害多了 小奇睁着大眼睛看着我 我没听错吧 他叫的是 无恙 我疑惑道 你跟他打那么久的游戏 你没发现他是谁吗 他从来不开麦 只跟我发文字 我无从得知啊 还好 我和小奇没有开麦 游戏输了 为了弥补小奇 我又带他开了一把 请求同队的消息弹出来 我喝了水 差点喷了 无恙竟然想加入我们 小奇非常崇拜无恙 他激动的掐着我的手 啊 他竟然是无恙 我竟然加了他小号 无恙被邀请进来后 不曾开麦的 他竟然开麦了 他说 不好意思 上把两个女生是我朋友 他们说话有些重 我跟你们道歉 小奇开麦 捏着嗓子 加着声音软软的说 没关系的 我们心胸宽广 我和菜鸡计较 我憋住笑 朝他说的大拇指 无恙笑了一声 开吧 游戏结束 无恙说想请我帮个忙 要加我微信 我给了他我的小号 他给我发消息 你好 我回他 有事吗 我以为他还能跟我在课套两句 谁知道他直输兄弟 问我 你是大学生吗 是啊 然后他给我发了个链接 是天机官方举办的高校联赛 全国各大高校随机联盟 组成五个职位 一个月后报名截止 我正在看链接 他的消息弹出来 问我 我们战队刚好缺一个人 可以请你参加吗 虽然我也喜欢电竞 这个活动也一直想参加 但是一想到 要是被无恙知道是我 他会不会觉得自己被耍了 然后因为生气 再把我踢出去 我回复他 我不太行 还是不了吧 我看了你以前的游戏回放 你的操作非常好 一些操作连我也做不到 请你再考虑一下可以吗 随后他把我拉进了一个群 加我一共五个人 我刚进去 他们齐刷刷发语音消息欢迎我 我要推群的手 因为不好意思而没有点下去 群里发了很多视频 都出自无恙之手 而游戏里的主角是我 群里的其他人一顿夸 如此一来 身为队长的无恙 就会知道我的身份 我真的头疼 第二天 他在群里给我发消息 不好意思 忘了给你介绍 我叫无恙 是南城A大的学生 今年大三爱得空白 他发完 其他人也开始发 他们竟然都是南城的 他们发了 我也不好意思装没看到 然后说 我也是南城的 今年大三 略显敷衍的自我介绍 连我都有点看不下去 人大那晚 贺真约我去看电影 为了逼点尴尬 我叫上我的摄友 到了电影院门口 我看到了无恙和徐染 以及徐染的闺蜜 看来我想多了 他叫我看电影 只是顺便 而非特意 贺真朝我走过来 笑道 你来了 快进去吧 谢谢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有意为之 贺真和徐染的座位 刚好是1314 设友嗅到了一丝 不正常的味道 跟我摇耳朵说 贺真什么意思 明明在追你 却跟徐染做情侣位 我看着前排的两个人 总觉得哪里不对近 爱情片我不感兴趣 看着值饭困 在我打盹时 微信消息响起来 我急忙关了静音 很伤心而已 没什么的 很伤心而已 此时 战队群消息弹出来 有人发了红包500块钱 爱爱的空白 新年快乐的消息 不断弹出来 看得我心烦意乱 他们的热情 挽留成了 压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 贼传上了 还真不容易下来 长痛不如短痛 我是去试留 交给身为队长的无恙决定吧 直接了当地告诉他 我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无恙就在我右前方 看着他的手机界面 我心意很 直接私信他 无恙 回头看左后方 他盯着手机屏幕弄了一下 然后回头看向后面 我把聊天界面 转过去给他看 他回头的一瞬间 木然的看着我的手机 然后看向我 我抱歉的朝他笑了笑 他给我发消息 你是颜彻 我 嗯 无恙 那跟你双排的那个是 我 我摄友 李木齐 我 既然你知道是我了 那我也不用那么纠结了 我退群了 无恙 等等 你真的不想参加吗 可是我们非常想要你加入 你再考虑一下吧 学位 然后他又附加了一个 非常浓的表情包 我惊讶的吞了吞口水 这怎么还跟我想的不一样 他难道不应该很生气的 说我骗了他 然后把我踢出群吗 一旁的贺珍 似乎察觉到了我和无恙的互动 他把身体微微向无恙靠了一下 想要去看他的手机界面 无恙急忙关了手机 然后看向了电影屏幕 小齐悄悄问我 你答应他了吗 还没有 炎炎 无恙那么诚恳 你就答应他吧 万一要是得了冠军 还可以和职业选手一起组队呢 要是我 我早答应了 一场电影将近两个小时 电影结束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参加 无恙 谢谢你 我答应他后 战队群的名字被他改成了南城武之华 我一向以学习为重 而且临近期末 我更不会分心去干别的事情 无恙很贴心的给我发消息 你好好准备期末考试 报名了是交给我 到寒假了 咱们再集训 在复习周期间 贺珍每天都来找我 他像是在我身上安装的监控一样 无论我去哪 他都能找到我 每当我复习的时候 他总会拿着书来问我问题 要我给他讲解 身为学位 我不好意思拒绝 可我讲了半天 才发现他压根就没听 他不复习的时候 就在我旁边坐着玩手机 要么打游戏 要么刷剧 就跟个多动症患者一样 安静不了一分钟 在他坚持不懈的捣乱之下 我成功考杂了 他甚至对我说 炎炎 是我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啊 我翻了个白眼 你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吗 他笑道 我知道 在炎炎心理 我最重要 不出意料 这次考试 寒假期间 贺真没有联系过我 而我也没经历和他玩 站队一周集训五天 每天训练五个小时 无恙根据我们打游戏的个人特点 为每个人写了一套训练方案 五个小时的集训 变成了三加二模式 三个小时集训 两个小时单独训练 身为队长的无恙 每天在群里喊人 陪着队友训练 相当辛苦 我们放假都没回家 住在宿舍 方便训练 由于我和无恙在同一所学校 为了方便沟通 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 我跟他都约在学校附近的网咖 虽然我的剑课比较厉害 但我打得太猛了 不太稳 几番试练之下 对我统一认为 我适合舒适 无恙真是全能 每个职业都精通 为了减轻他的负担 训练时间之外 我自己又花了两个小时练习 晚上十二点 无恙显示在线 他在游戏内给我发消息 问我 怎么还不睡 我打个哈欠 回他 睡不着 练一下手感 他邀请我进了娱乐模式 说晚上十二点以后有活动 胜利两把 就能领袭有装备 我带着浓浓的鼻音说 嗯 好的 任务开始 玩家纷纷往山神妙赶 一场厮杀持续了将近三十分钟 我手都酸了 无恙说 都困成这样了 还不睡 我叹气到 都已经开始了 放弃挺可惜的 无恙笑了一声 话题转到我身上 你明天有事吗 没有 明天不训练 出去放松一下吧 哦 游戏结束 他给我发来微信消息 我订了两张票 咱们明天去划雪吧 我回复 我不会划雪 怕摔 无恙 不要怕 明天我带你划 很简单的 好吧 那明天见 医生要强的我在学场上摔了无数次 无恙抓着我的手 让我不要逞强 我戳出手 夸下海口 我要是学不会 就住这不走了 刚说完 我就摔了个屁股蹲 无恙拉起我 笑道 你要是再摔下去 我就得送你去医院了 从学场出来 我浑身酸痛 无恙还在一边笑话我 我以为你是无所不能的 总算有你不会的东西了 我又不是神 哪能无所不能啊 吃饭时 无恙吞吞吐吐 问我和贺真发展到哪一步了 我神色一致 一种奇怪的想法忽然冒出来 他难道是在替贺真试探我 我抬头看向他 笑道 他挺有意思的 我非常喜欢 他眉头一皱 他不适合你 我挑眉一笑 哦 哪里不适合 他 你不觉得他和徐连才是一对吗 我装作不越道 不觉得 他想说什么 都开不了口 只好对我说 不要喜欢他 不然你会后悔的 听他话里的意思 想必他知道 贺真接近了我的目的 但是出于兄弟情谊 他不好意思背叛贺真 只好这样提醒我 我呵呵一笑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会后悔呢 他似乎有些生气 声音中带了些怒气 言彻 你听我一句劝好吗 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知道 我就喜欢贺真 有问题吗 既然他不肯说出贺真的阴谋 那我只好亲自做诱饵 跳入他们的圈套 报说谁受伤还不一定啊 那顿饭之后 我与无恙不化而散 除了集训之外 我跟他再也没有交流过 开学之后 贺真又来找我 我一改往日态度 开始迎合起他的追求来 食堂里 我跟他撒娇 要他为我吃饭 他神色不自然地 看了看别的地方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不出所料 许然正在看着我们 我摸了摸他的手 撒娇的嘟起嘴 贺真 我就要你喂我吗 他眼底的厌恶非常明显 但他还是为我吃了一口炒饭 我忍住想吐的冲动 夸他道 贺真 你对我真好 跟他腻歪了两个星期后 他终于忍不住要出大招了 他说要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 给我表白 问我答不答应 我挽着他的胳膊 试探道 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 就不要当众表白了吧 他急忙说 不行 必须得表白 我要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孩 我打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认真问他 贺真 你真的喜欢我吗 他眼底的慌乱 和摸鼻子的动作 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我笑着搂住他的腰 高兴道 好了 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答应你了 周末的表白 我会接受的 得到我肯定的回答 他说缓了一口气 然后推开了我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跟他说完拜拜后 我给无恙发消息 下周贺真生日 他要在生日派对上 给我表白 无恙的消息立马回过来 你答应了 当然了 喜欢的人要当众给我表白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呀 他发消息 让我理智一点 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看着他不断弹出的消息 我丝毫不慌 也没有回复 他发来的语音电话 我也挂了 既然你们想玩 那咱们就好好玩玩 别墅外 无恙拦住了我 他没头紧锁 让我不要进去 我跟他吵了起来 无恙 我喜欢贺真 他也喜欢我 你凭什么阻拦我 他将我拉到洗手间 顺手关了洗手间的门 将我抵在墙上 紧绷着脸 怒道 严彻 你怎么执迷不悟啊 你非要撞我南墙 才肯回头吗 我把恋爱脑演绎到了极致 委屈地看着他 说道 我知道自己跟你们格格不入 可我不在乎 为了贺真 我可以改变 我可以为了他放弃一切 无恙气得发抖 握起的拳头砸到了墙上 低头道 你就这么喜欢他 嗯 我喜欢他 严彻 贺真他 他的话说到一半 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 贺真带着怒气喊道 无恙 你在做什么 严彻是我女朋友 你不要欺负他 无恙打开门 我出去后 他把贺真拉了进去 两人什么都没说 隔着门 我听到了打架的声音 无恙愤怒地问 贺真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贺真同样咬牙切齿道 我劝你管好自己的嘴巴 只要过了今晚 你想说什么随便你 我站在门口听戏 过了会儿 门打开后 贺真嘴角带着血 局促地看着我 尴尬地笑了笑 我以为他欺负你了 所以跟他打了一架 哦 是吗 他点点头 然后拉我走开了 我回头看了看洗手间 无恙靠在墙上 低头抽着烟 无恙的举动 再次印证我的想法 今晚这个派对 一定不简单 这场生日会 来的几乎都是 他们圈子里的人 还有一些班里 跟他们关系好的同学 我和摄友们 显得格格不入 别墅天台上 男男女们吃喝玩乐 沉迷在纸醉精密的夜色中 生日歌唱完 灯光变成了暧昧的蓝紫色 贺真捧的玫瑰花 丹西跪在我面前 在一阵羡慕声中 他跟我告白了 炎炎 做我女朋友吧 我接过玫瑰花 感动地挤出来两滴眼泪 好 我答应你 贺真 我也喜欢你 当我答应的时候 徐染的室友 和贺真的朋友们 忽然大笑起来 他果然答应了 原来清高的三好学生 也不过如此吗 我不知所措地看向贺真 委屈地问他 贺真 他们在说什么呀 贺真冷笑一声 然后从兜里拿出一个钻戒 他走到徐染旁边 掀起他的手 温柔道 徐染 这游戏 我赢了 你现在该答应 走我女朋友了吧 徐染得意地朝我看了一眼 然后把戒指戴到自己的无名指上 接着搂住贺真的脖子 和他稳得难省难分 我哭唧唧地问 贺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松开徐染 嘲讽地看着我 跟你玩一玩而已 你还当真了 手里的花掉在地上 我哭道 不会的 贺真你骗我 你喜欢我对不对 徐染冷笑一声 他追你 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清高的你 也不过是一个虚伪的拜金女罢了 想跟贺真在一起 也不看看你配不配 摄友将我拉在身后 然后把一瓶香槟 拖在了贺真和徐染身上 眼看摄友 要和贺真徐染的朋友们打起来了 我急忙拦住他们 然后问贺真 你的良心不痛吗 他别开脸去 徐染却站出来说 是你没有自知之明 全班都知道我和贺真在一起 你还非要贴上来 你自己要做第三者 关贺真什么事 其他人都在一旁看热闹 没人肯帮我说一句话 只有我摄友拿着酒瓶子 叙事待发 所以 从头到尾 你们接近我 欺骗我的感情 就是为了打击我 侮辱我 好让我彻底成了笑柄 对吧 他们不出声 只是嘲讽地看着我 我拿起酒 朝自己头顶交了下去 装作为情所伤的痛苦模样 对贺真说 我以为你对我是真心的 看来一切都是你的圈套而已 是我愚蠢 信了你的甜言蜜语 贺真 徐染 我祝你们百年好喝 我跑到一边 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然后趁机拿起了 我藏在暗处偷拍的手机 摄友拉起我 抱着我一起哭 拿了手机 我哭着离开了别墅 从别墅出去 我长出一口气 然后脱下了那件 满是酒味的外套 不曾出现在天台的无恙 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他把自己的外套给我披上 愧疚地看着我 说道 对不起 我冷笑一声 问他 所以你也知道 对吗 他低下头去 没有回答 陈某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我自嘲地笑了笑 算了 一切是我自怨的 你劝过我 是我非要进入他们的圈套 不怪你 我转身离开 他急忙拉着我的胳膊 再次诚恳地给我道歉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回头冷冷地看着他 你放心 我这人公司分明 不会因为这件事 退出战队的 我不是 他话没说完 我甩开他的手 转身跑开了 社友哭得比我还伤心 抱着我不断安慰 我心疼他们到演戏而已 我都没当真 怎么你们还入戏了 社友一脸迷惑地看着我 炎炎 你说什么呀 总之我没事 而且心情非常好 你们不用担心 咱们去PTV唱歌 我请客 那段视频经过我的剪辑 留下了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托我外地的朋友 匿名发布到了网上 一日 学校表白强 贴吧 抄话 炸锅了 由于吃瓜人数太多 还上了娱乐榜热搜 视频经过处理 我成了绝对弱势 甚至是被校园霸凌的一方 视频里露脸的 有徐远和贺珍 还有那些嘲笑我的知情者 我只有一个背影 其他人被打了吗 贺珍和徐远是学院名人 一些吃瓜群众 很仗义地 把他们的信息爆了出来 网报铺天盖地 洗脚而来 将贺珍和徐远 淹没在了洪流之中 这件事闹得很大 我们三个当事人 被学院叫去谈话 我只是哭 什么都不说 反正视频里说的一清二楚 是他们要搞我 我是受害者 学校为了保护学生 和自身民意 让他们两个公开给我道歉 然后要我原谅他们 这件事就终结束了 贺珍来找我谈 说他道歉就行 但我不要为难徐远 我无辜又深情地看着他 贺珍 我才是受害者 你难道一点也不同情我吗 他厌恶地看着我 不耐烦地说 你还想怎么样 徐远都被骂成那样了 我的感情在你眼里算什么 当初是你招惹我的 现在你却来怪我 他威胁我道 你要是不答应 我让你在这个学校待不下去 不信就试试 我真的好怕呀 可真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不要 我害怕地点点头 我答应你就是了 不过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听到我愿意放过徐远 他语气缓和道 什么事 我们上次小组作业汇报 你是故意不来的 对吗 他心虚地侧过身体 双手插在裤兜里 说道 你们组的作业很出色 如果让你顺利完成 那徐远就没有出头的机会 我是逼不得已的 很好 我在问期末复习的时候 你也是故意来扰乱我的对吗 嗯 我苦笑一声 也是为了徐远 是 可这都与他无关 是我自己想的主意 我紧咬着牙齿 握紧了拳头 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想起大二的那次意外 我问他 大二国奖答辩会上 我的答辩书和PPT 也是被徐远毁掉的 对吗 当时跟我竞争的 只有徐远 可徐远只有一个名额 而我获得的可能性比他大 可当我进场时 才发现 我拷贝在桌面上的PPT 被彻底删除了 而我的优盘也不见了 由于我当时很慌张 导致没有发挥好 老是觉得我态度有问题 所以把国奖 给了表现相当优秀的徐远 我以为一切都是巧合 以为优盘是我不小心丢的 可现在我才意识到 从那个时候开始 徐远就已经在针对我了 或许在他心里 我是一个强有力的劲敌 我欣赏他的事业心 可我却看不起他卑劣的手段 他为了打击侮辱我 不惜让自己的爱慕者来勾引我 这手段我还真顶得上 赫真不说话 相当于默认了 我道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也不打算追究了 希望这次风波过后 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 毕竟是一个班的 我不想把局面搞得太难看 他还有点人性 露出了一丝丝的愧疚 看着我道 那件事我替学长跟你道歉 你想要多少钱 开口就是 都补偿你 不用了 你回去吧 他走后 我从兜里拿出手机 我这人就喜欢斤斤计较 既然惹了我就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天晚上 赫真在网上发布了道歉视频 社友不断推播助澜 叫徐染也道歉 学校发布了声明 说视频是被恶意剪辑的 而当事人已经私下和解了 然后还爱特了我和那俩见人 还有脸爱特我 呵呵 他们两个在评论区唱双簧 还跟我显得关系特别好 我直接发了三个微笑的表情 附带文字 懂得都懂 我又没明说 学校能拿我怎么样 徐染在某个短视频平台 有一定量的粉丝 他不断引导粉丝网爆我 说我很装 而且还内涵我是绿茶 插足他和贺真 更可笑的是 他开直播卖惨 说自己家境不好 一直努力学习 成绩名列前茅 还有保研的可能 说我这样做 是想毁了他的前程 他直播一小时候 我的隐私全部被匿名爆了出来 那个匿名爆料者 就是我自己 当他还在拿着纸巾擦眼泪的时候 评论区已经炸了 本来不足一千人数的直播间 瞬间变成了好几万 评论区的骂声 一波接一波 骂我的百来号人 瞬间被骂他的几万人淹没了 论出身 我爸是名牌大学的教授 我妈是国宝级武保家 我科是知名作家 我会跟他抢男人 论成绩 我总计点专业排名第一 拿过各种竞赛 辩论赛的奖状 我会吃饱了撑的 想毁他前程 他拿我当假想敌 可我压根就不屑给他眼神 当我的家庭信息被暴露出来时 我们搬炸锅了 一向低调的我 被迫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 这件事本来都要结束了 许染倒好 又给自己拉了一波仇恨 第二波网报再次朝他袭来 逼得他直接注销的账号 我上交的录音也有了结果 两件事在同一时间爆发 学校领导非常生气 决定给他留下查看的处分 然而通告发出来一小时后 赫珍就来找我了 他站在我宿舍楼下 对我喊话道 严彻 只要你放过许染 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走下楼去 顺手拧开手里的矿泉水 从他头上浇了下去 清醒了吗 他震怒地看着我 你什么意思 反正我们都是名人了 我也不在乎被人拍下 赫珍 你要是没有镜子 那我劝你撒泡尿照照自己 想跟我在一起 你也配 楼下围了很多人 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只好憋了一肚子气离开 要论恋爱脑 没人比得过赫珍 我都看出来 许染是利用他的了 他还奋不顾身地舔上去 自己找死 怪得了谁 大家都说赫珍家里人 给他办了出国手续 要他跟许染分手 谁知道许染却割腕了 那后来呢 我问小琪 他吃笑一声 什么割腕呀 他就是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结果被人家赫珍妈妈发现了 他把他狠狠地骂一顿 赫珍出国后 许染没有了骄傲的资本 连他闺蜜都对他避之不及 甚至还会踩他 他闺蜜在网络上爆料 说那个游戏的主导者是许染 他利用赫珍来勾引我 然后想诱导我犯错 失去宝言的资格 好让他平不清云 小琪又垂床了 啊气死我了 虽然那个贱人 竟然这个歹毒 我摸了摸他的头 不要为一个不相干的人生气了 他们撕他们的 跟咱们无关 我打开天机 叫小琪跟我双排 刚上号 我就看到无恙的私信 时间停留在天台派对的前一天 可真是骗你的 一切都是圈套 明晚的生日会你不要去 看到这条消息 我心里一阵憋闷 然后打开无恙的微信 上一条消息 还停留在一个月前 我问他 你是没有嘴吗 他竟然秒回我 你终于肯理我了 我把游戏私信截图给他发过去 亲口告诉我 很难吗 实在不行你发微信啊 你发在游戏里是什么意思 我一天24小时住在游戏里吗 他回我 对不起 我以为你看到了 看个毛啊 集训结束后 我就再也没登过游戏了 都在一个班里 他难道看不见我很忙吗 因为天台派对的事情 小琪对无恙的男生滤镜彻底碎了 他愤怒之下 给无恙的小号 发了久久家的骂人消息 平时跟无恙说话都脸红的他 竟然骂他骂的脸不红气不喘的 骂完后 他把无恙闪了 高校联赛开始 我们请了两周的假 去了比赛的城市 战队一路有惊无险 进了四强 决赛那天 我紧张到手抖 其他人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毕竟是出出茅庐的新手 跟职业选手确实没得比 四进二 我们成了战败组 需要争夺继军奖杯 虽然无恙比较镇定 但打到一半 他因为一次操作失误 而紧张到手心出汗 影响了操作 一比一平 最后一局决胜负 只要我们赢了 就能拿到继军奖杯 休息室里 大家的心态已经绷不住了 无恙紧绷着神经 眉头紧紧凑在一起 连呼吸也有些颤抖 房间里的空气很嫩 安静的只剩下错乱的呼吸声 我握住无恙的手 朝他头去坚定的眼神 笑道 没关系 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不要有负担 无恙深呼吸一口 盯着我看了许久 然后挤出笑容 起身举起拳头 大家准备了那么久 要相信自己 我们互相鼓励 下定了决心 来都来了 必须得抱走一个奖杯 无恙的剑克 已经被摸清了路子 他虽然打得稳 但是拘泥于模式化 容易被人针对 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来打剑克 上局对面的剑克 已经给无恙留下心理阴影了 他要是再打 心态真的会炸 我虽然打得猛 但打法多变 没有固定的模式 喜欢出其不意 就算打不过 也能巧妙周旋 大家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做决定 无恙最终道 我相信严撤 队员们也点头 大家加油 无恙一直在看地图 想必是担心我 我笑道 队长 你要是再分心 咱可就真输了 他倾咳一声 你稳点 别那么忙 我们换了位置 对面剑克果然乱了方寸 在我毫无招法的打法之下 拿了对面一血 这局游戏持续了将近40分钟 双方都已经疲惫了 就看谁能成为最后 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欢呼声中 我们扔掉了手机 狂欢起来 主持人激动地喊道 让我们恭喜南城五枝花获得胜利 我们抱在一起 喜极而泣 领奖台上 因为要拍照 所以我们摘掉了口罩 瞬间引来一阵惊呼 观众台有个男神站起来大喊 是严撤女神 有女神附和 严谨牛逼 私得了绿茶 打得了天机 一旁都无恙朝我看来 笑道 这下你是真火了 我无奈一笑 都是生活所迫呀 南城五枝花因为外貌出众 被天机官方看重 要我们做高校联赛的代言人 我们成为高校联赛代言人的是 成了学校新一轮讨论的八卦 渐渐的 大家都忘了前段时间 那场荒唐闹剧 大家说起徐染 只是心照不宣的笑笑 谁也没有再提过 大四毕业后 我去读研了 无恙因为长相优越 又富有才华 所以被娱乐公司签了 成了当红小生 徐染因为舆论压力 直接退学了 听说他做了一个美妆博主 在网友的骂声中赚着钱 他确实聪明 学习也很好 可偏偏喜欢耍心机 最终把自己的前途葬送了 社友们升学的升学 工作的工作 只有小琪还在每天 都保持联系 我延三毕业后 因为我哥再次见到了无恙 饭局上 无恙穿着黑色西装 朝我笑了笑 几年不见 他已经退去青涩 变得成熟稳重 我哥的新书要拍成剧 而无恙便是主演 缘分真是奇妙 饭局结束 我哥让我跟无恙叙叙旧 洒满金黄银杏叶的路上 两道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 无恙停下脚步 开玩笑道 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我停下脚步 转身面对着他 就走到这里吧 他失落地点点头 好 就走到这里吧 我转身要离开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腕 问我 延彻可以给我个机会吗 我笑了笑 平静道 如果当初我和你 并没有因为游戏而结缘 或许你也会是那场派对的帮凶 无恙 我可以和你站在银杏树下说笑 可以和你做朋友 但绝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明白吗 他眼眶里含了水雾 慢慢松开我的手 动了动唇 我明白了 秋天的景色总是这么悲凉 就连空气都弥漫了伤心的味道 两个渐行渐远的人 两道逐渐远离的影子 再也不会有焦急的可能了